当蜂群出现蜜蜂咬蜂盖子这种情况 要及时处理 否则严重了会导致灭蜂 首先 我们要观察蜂群内的状况 因为使蜜蜂咬蜂盖子的原因 有几种情况会引起的 不同的病变 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对症下药方能起到好的效果 还乡蜂蜜哥 分享一下个人 养蜂 所总结出的一些经验 蜜蜂咬蜂盖子的原因 第一 蜂群中出现缺蜜 自然间蜜蜜远紧缺的时候 蜜蜂缺乏粮食的同时 也会缺乏安全感 潮皮上的粮食耗尽以后 就会发生蜜蜂咬蜂盖子的现象 第二 尤其是炎热的夏季末期 在蜂群中缺蜜和外界蜜蜜蜜稀缺 加之蜂箱内卫生差 导致潮皮上潮虫滋生严重 就会出现蜜蜂咬蜂盖子 第三 中蜂囊状病 在过去 这是一种比较可怕的病 病菌传染力强 严重的阳击整个蜂场 蜂群发生这种病 也会出现蜜蜂咬蜂盖子的情况 第四 烂子病 在重成为咏了之后 发生烂子病 使咏不能正常语化为幼蜂书房 都死在巢房中 蜜蜂就会咬开蜂盖子 把咏偷出箱外 在养蜂的过程中 蜂群发生蜜蜂咬蜂盖子 大多数都出现在较弱的蜂群中 尤其是刚分蜂不久的蜂群 使蜜蜂不能护皮周全蜂盖子 会出现缺温 而产生蜂盖子 不能正常语化出防 就会出现蜜蜂咬蜂盖子 蜜蜂咬蜂盖子的处理方法及预防 一 由于缺蜜引起蜜蜂咬蜂盖子 初期是可通过四味糖水来补救 如果发现完了 只能舍去巢皮 打蜜蜂土养为糖水 土养的蜂群发展起来 会快一些 或者把蜂王处理掉 打巫王的蜂群 与其他的蜂群合并 也只要蜂不要潮皮 二 潮虫和烂子病引起的咬盖子 最好的处理方法 还是舍皮饱蜂 这也是把蜂蜂隔离最好的方法 再用西药进行消毒处理 在外界还有点蜜蜂的情况下 把蜂群土养是完全能繁殖起来的 总结 蜜蜂咬蜂盖子这种问题 多数都是可以提前预防 平时多注意检查蜂群状况 尤其是缺蜜漆 缺蜜味糖水 缺粉味粉 改鸭皮就鸭皮 保持蜂群均衡 蜜蜂自然就少沾染病变